放,墨我們又放,又放在身中間,耍頸,滑絲耍頸 然後從這裡拉下來,拉下來,放從這裡掛,放從這裡有鐵 然後再順著,順著這裡,從這裡滾桶這裡掛 掛後,再順著,從這裡掛 然後從這裡掛,掛後,順手,順手穿下來這個,折一下 把拉莫折一下,折一下,然後就,穿蟲的層漆這裡下來 穿蟲層漆這裡下來,順著那裡穿下來 這個就是,穿下來,穿下來後,我們就,按點動 點動,點拉,折好 就好了,這個拉莫折,還是你這個拉莫折 這個,這個,這個拉莫折,一定用,手櫃齊,把那個,兩根膜 夾在這個拉莫折正間 夾好了,用手撞一下這個,用手,呃,出力撞一下,看那個有沒有夾形 這個,一定有,又,又注意了 好的話,夾,夾形的話,這兩邊,這兩邊的固定膜的, 先把它移到,移到,跟這個莫折的寬度一樣寬 還有這裡,移,移到這個,跟這個莫折一樣寬 好,光電眼,光電眼,這個光電眼,這個,這個莫折就是光電眼 在這裡,這個黑點在這裡啊,四拼 就穿蟲這個,穿蟲這裡,這個光電眼的中間有一條手套 這裡有一條手套,你看到沒有 看到,看到這裡有一條手套,光電眼,這裡有一條手套 穿蟲這裡有一條手套,穿蟲這裡有手套裡面掛 穿蟲這裡有手套裡面掛,然後我們來交往一下 好,像這樣的話,呃,光電眼照不到了,照不到的話 我們找個幫手,把這個螺絲鬆,鬆掉,然後我們人裝下來 我們人裝,好玩啊 人,人裝下來,看到了沒有 这个白光,又照在这个墨的黑点的中间 然后搞好了,我们就把它刷顶 这里刷顶,刷顶了,然后我们就调一下这个光点眼的灵敏度 我们又把它撞到它面,这个崩灭 这个崩灭,灭后,这样就灭,灭后我们再往回,再撞,撞到它亮 这个在亮,在上20度的灵敏度最好 然后我们用手拉一下,我们用手拉一下,你看看 用手拉一下,看那个照到黑点的时候灯会不会灭 你看,照到黑点的时候,照到刚好底下,底下照到黑点的时候,灯就会灭 你看,这样就属于就正常 正常的话,我们就按一下那个 那个,我们这里面有个按一下功能 功能里面有个自带参数式字 自带参数式字,就第一格 再按一下功能,里面就在 按一下,里面就有长度式字啊,速度球节啊,光定式字啊 看那个光定式字,是光的还是开的 等,我们就把它,也是光的话,我们就把它按个减色 跟它移下来,移到那个光定式字 然后再按一下那个功能 然后再按一下那个减色,它就把这个光定打开 有没有,一定要把这个功能打开 然后再按退出 按一下退出 退出 退出 退到原始拆张 退到原始拆张了 然后我们按一下那个长度测量 它就会自动 然后好,好的话我们就来开 你看,它就每一个,每一个都是一样长 每一个都是一样长 如果切的,像这一个的话 切下去,它就每一个都是一样 它就每一个,都是一样长 但是,后面这个点 如果也是,不是我们想要切的地方啊 这个点,后面这个点也是,不是我们想要切的地方 我们就,我们这个,就 按一下,这里有一个,按一个加色 有一个四拆定位 我们就加,加到,加到我们想要切的位置而已 我们就加 加到,加到我们这个袋壳 是我们想要切的位置,你看 我们还,先这个点就来到这里啊 刚好在这里 我们觉得这样还不够 我们再加 我们再加 加到,加到你想要切的位置的满意 就可以了 这样就ok了